那天突然不知道為什麼 就大概有四五個人 然後來這邊點了 四杯還五杯的 Mojito 然後因為我不會調酒 然後我就說 那我幫忙摘薄荷葉好 結果我發現四杯做完之後 我根本就已經把盆栽已經摘光了 已經沒有薄荷葉了 然後可是客人在前面喔 他說不行 想辦法再生出來 我就想說 我就在... 根本完全不夠 結果後來那盆栽就死掉了 2013年的夏天 我找了曾凱來海邊陪我姐開店 於此我們展開了四個月邊衝浪 邊開店的斜槓女生 當時有發生什麼有趣的事 讓我們一起來回味一下吧 哈囉大家好我是Derek 這裡是斜槓小青年 我們今天邀請到了曾凱 哈囉大家好我是曾凱 我們大概認識幾年了 九年快十年了吧 那我們那時候是什麼時候開店 欸 今天剛好滿七年耶 今天剛好滿七年 呃七年前是今天開幕的 我們那時候有放鞭炮 啊 放 是我的影片嗎 對 我們那時候有放鞭炮 那差好笑的喔 我們那時候有放鞭炮的開幕 點了鞭炮的時候 啊 那差好笑的喔 點了鞭炮的時候 啊 因為那時候覺得鞭炮很可怕 因為我買了那種很長 就像廟會那種很長的那種鞭炮在放 你要不要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店名那時候叫什麼 我們那時候 為什麼會開這間店 我覺得我的原因就只是剛好 工作上有瓶頸吧 然後就覺得 每天就上班打卡 那時候真的比較累 但是就想要說是不是 其實我還蠻羨慕你 就是你可以一直在充當啊 過自己的生活 那時候當你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 其實讓我覺得 很喜歡 對 因為我就非常 因為我一找你你就來了 對 那就是做一個不一樣的事情 因為就從零開始 因為我們完全就是做跟以前不一樣的事情 就是完全沒有接觸過的東西 那我找你那時候你沒有猶豫嗎 沒有 完全沒有猶豫就直接答應 對 我那時候其實很擔心耶 就是怕你會說不要 而且 怕你會覺得說 如果找你來到時候 兩個月 幾個月之後 因為我們那時候規劃就只有做夏天 所以如果怕夏天回去之後 你會找不到工作 因為我自己就會怕我找不到工作 我沒有怕 我從來沒有想到那一塊 因為我覺得說 如果今天你在海邊做了這件事情之後 你一定會有不同的想法 嗯 那你不同的想法之後 在跳到下一個階段的時候 你會看的東西又不一樣 就是分 我那時候是分開兩個人做事情 我是負責海邊的所有的 比如說 場地 然後我是攤販的搭建 然後你就是負責 食物 食物的部分啊 菜單 酒單 我們那時候還有賣酒 因為你知道其實大家開店很容易會 再好的 你們都很容易吵架 或有爭執 那你那時候對我有什麼抱怨 或是我發生什麼事情 讓你覺得非常不爽 從一開始就有了 一開始就有了 對 你知道 人家一開店 我知道他很想要開店 他什麼 什麼全部都要給我列出來 我現在又想說 你今天準時是一個小攤販 你要賣那麼多東西幹嘛 你又不準備 你有那麼多錢 可以準備這麼多東西啊 因為我覺得就是給客人可以多一點選擇嘛 反正我們器材都已經買了 重點是 有沒有 money money的感覺 沒有 重點是最後我終於體認到 因為真的是我的錯 因為我們最後真的只有炒麵麵包 可以賣 一個可以賣 然後就賣得很好 真的品項不用多 就是你要開店 不用把事情想得太過於 美好 因為我就想得很美好 沒有那麼好做 真的有點困難 對 然後什麼都要做 但是我覺得說 我就可以跟他講說很現實面的東西 你在海邊 你要什麼 不用做到這麼好 你就是可以讓他看得懂就可以了 可是其實你知道嗎 我那時候回去做菜單的時候啊 我其實是回去 吹冷氣 然後睡胡椒 你看 這種人 我一定都是挑 不是 因為我們尖峰的時刻是 一早上 我送點是讓我在那邊 熱得要死 你知道我一直在 一直在那邊拿冰塊 一直在那邊喝池 一直撕冰塊 因為其實我們那時候想了非常多的行銷手法 其實我們也算蠻會做生意的 我們很多朋友來 然後剛好有三個朋友 兩個男生一個女生 對 然後那女生超漂亮 混血兒的感覺 因為我們會去海灘兜售一些 就是我們的炒麵麵包 然後就像拿著盤子 然後下去兜售 然後我們那一天找他來 就是我們後來 我們第一次來 真的超厲害 我跟你說他真的超厲害 我跟你說海邊的男生真的是小弟哥 只要看到美女來啊 錢就拿出來了 對 大概賣了五六十份的炒麵麵包 大概比平常多了 至少有兩三倍的業績 而且跟你說我們自己開店還有一個好處 我們的酒是免費 對 因為我們大概忙的時間就是中午 大概兩點後 我們就其實會沒有什麼生意 我們就一直在店裡面 敘酒 本來我們就直接在店裡面開趴了 音樂開超大聲 然後喝酒喝不用錢 可是我們那時候賣小酒 有發生一些很好笑的事情 因為我們平常接 賣酒其實沒有賣得很好 可是我們進了很多酒進來 然後 那天突然不知道為什麼 就大概有四五個人 然後來這邊點了 四杯還五杯的 Mojito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想說 因為我們 因為我們冰箱 你知道海邊就是因為很熱 真的非常熱 食材保存不易 那外面一般夜店 通常都是會買那種一整包的那種 的 的薄荷葉 然後我們就想說我們居然在海邊 那有陽光 那我們就自己買盆栽回來 的薄荷葉 自己種 我們就自己種 然後呢 殊不知 因為他一次點太多四杯 然後因為我不會調酒 然後我就 我就說那我幫忙栽薄荷葉好 然後我就說 誒 等等看 這個薄荷葉這樣可以嗎 他就說 他就邊切 因為好像要切碎對不對 要搗碎 然後搗碎之後 然後他就說不行還不行 然後我就繼續一直摘 一直摘 結果我發現四杯做完之後 我根本就已經把盆栽已經摘光了 已經沒有薄荷葉了 然後 居然還做不起來 重點是我們還很小聲說 薄荷葉沒了耶 然後可是客人在前面喔 他說不行 想辦法再生出來 我就想說 我就在摘 根本完全不夠 結果後來那盆栽就死掉了 因為就因為那一次做Mohito 做一次就死掉了 完全沒有任何用處 你把葉子拔光 他當然死掉了 那卡卡衝浪嗎 喔 我跟你說 講到什麼 我跟你說 他是唯一在海邊 我們就都待四個月 四個月完全沒有下水衝浪 因為他下水 他下水 他妝就會滑 所以他一開始 他死都不去 他就回家 我不知道他是怕曬黑 還是怕妝花掉 找了他好幾次 我找了他好幾次 他完全連去都不去喔 可是不知道哪一天 他突然不知道是幹嘛 他突然說 我要下水帶我下去 然後就跟大家一起在海邊玩 我知道啊 就突然有一次我就開竅了嘛 對不對 我就比較害羞 那後來為什麼我收掉了 收掉的原因喔 收掉的原因 這太複雜了 就是那個場地的關係 我們其實在 在開店的那一個月喔 第一個月 其實我們幾乎每天的營業額喔 生意很好 至少都有四五千塊以上 我們賺很多 我覺得就是 你今天在那邊 你學到 其實你不是只有我們 看我們店而已啊 因為其實旁邊很多衝浪店 其實都也會遇到相同的問題 然後 人際關係真的非常的重要 因為很多東西 其實都跟人有關係 我們也要感謝 那番薯的老闆啊 番薯哥 真的要感謝番薯哥 他幫我們想了很多東西 就是他借我們店 然後借我們場地 然後還幫我們想了一些方法 因為他在海邊待比較久 他幫我們想了一些東西 這就是所謂人際關係 就是如果你沒有這些人的幫忙的話 其實你是做不到這些 成果的 那一個重點是 其實我們兩個這麼好 可是我們開店 還是會吵架 但是就是因為這件事情 讓我們更彼此去知道 我們彼此的底線是什麼 然後 更了解真正的對方 如果真的有機會在一起開店的話 是不是又可以去更 做得更準確的 或許有更好的合作模式 人生啊 不該只有喜歡一件事情 就是你可以多方嘗試做很多事情 像我就喜歡衝浪 但是我還可以 譬如說 利用一點時間去學 開店怎麼做生意 雖然說 可能不會賺錢 或者是失敗 但是你還是可以從中 學到一些東西對不對 好啦 那大家如果喜歡 這一集的內容的話 記得在下方留言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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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方留言 образом